白色鲜花交织而成的镜框中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正道的面容依然和善 双目仍然有神 8月25日 李正道先生悼念追思会 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正道研究所举行 来自全球的社会各界人士 与李正道家人等共聚一堂 表达深切的缅怀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 李正道在旧金山家中逝世 享年97周岁 当天一早 各界人士手持白色菊花 缓步至李正道的照片前 鞠躬并献花 进入追思会现场 李正道生前曾多次引用的 细推物理须行乐和用符名伴此生 两句诗中的八个字 细推物理和用符名定格在大屏幕上 参与悼念追思的人群 喜丽莫哀 李正道先生长子李中青教授代表家人 对社会各界在李先生辞世后 给予家属的慰问和支持 表示感谢 对我本人而言 我最感激的是 父亲教导我 探索知识 追求真理 专制工作 前顺为人 富有责任性 保持民主 自豪感 政治为人 欣赏 欣赏理术 重视家庭 而对他来讲 很重要的是 友谊 以追求 有所作为 而不追思 追 金钱 物质与福利 李正道长孙李善实教授记得 爷爷十分热爱物理 全身心投入物理研究 当他在家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李正道望年至交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表示 李正道先生在量子厂论 基本粒子理论和物理 统计力学 有体力学 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 都做出了开创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贡献 此外 李正道屡屡建言 推动了中国教育体制 科研机构等的建设 从最早的少年班的设立 然后来当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以后 中国当时还没有博士生 李先生当时又创立了中国和美国 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卡斯培亚制度 十年的时间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915个人 再往下 当我们中国开始有了博士的时候 李先生想得更远 我们还需要有博士后的制度 以及再往后想到当这些人在成长以后 还需要有自然科学基金 张杰透露2010年李正道最后一次回国期间 曾与自己触度秉烛深谈 决定将其收藏多年的手稿 奖章艺术珍藏和故居等托付给上海交大 以激励后学 如今上海交大敏航校区的西北角 李正道图书馆静静处立 敏黄的外墙淡雅低调 与红宗的诺贝尔山相得一张 李正道捐赠给上海交大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章 和无偿赠予的数万余鉴珍贵资料都保存在这里 展示传播他的科学精神与爱国情怀